市長昨天陳思宇的得票數沒有破萬,然後大家就覺得是慘白,你自己怎麼看? 不管成功失敗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其實成功的也是要寫檢討報告,失敗只是寫更多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報告內容現在? 沒那麼快,我們2018的兩個月都還沒寫好 所以現在大家就說,陳思宇這個得票數也顯示你的光環已經不像過去了? 我也沒什麼光環 但是大家都覺得說你的知識人氣不如遺忘你,你自己覺得 差不多吧,這個我沒什麼意見 這個得票數是你預料之中的嗎? 其實我看選權的民調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還有馬上要阻擋嗎? 這跟主不阻擋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這次這麼大選藍綠會不會覺得是因為自己沒有當政黨的奧元? 不曉得,這就是我們要再思考一下 不過這個投票率,台北還有30%,聽說台中更低了,只有25% 這次敗選會不會影響到你阻擋,這次敗選會不會影響到你阻擋的想法? 有影響吧 所以沒有影響嗎? 沒有啦,其實這個 人的思想是連續性步驟,就是不斷在想不斷在修正,我不曉得 現在就是說,有人覺得就是說因為你缺乏組織,所以必須要阻擋,你有覺得就是說經過這次選戰,讓你覺得就是說你真的在陸戰這一方面是很缺乏的嗎? 但是這樣啦,這種組織戰,也不是一天兩天,甚至一年兩年可以做起來,沒那麼容易 所以會覺得說沒有政黨的支援要基層動員是有難度的? 相當困難 何志偉勝選後說這次的選舉是最大的一個黑心的一個政治,你怎麼看? 還好啦,他選前一個樣,選後一個樣,今天應該有一個樣 所以 沒有,他其實還好啦 他說白色力量變質了 其實我沒有什麼 不過來講,我倒覺得選舉費用,我一直認為啦,選舉費用太高是台灣政治敗賣的開始,這個信念我還是沒有改變 那你覺得沒有放送陳思瑜婦女兩個在抹黑? 第一點喔,這也不要說什麼我們 不是啦,通常是這樣啦,我們當然是給他站台幹什麼 但是他有時候他們要講什麼或是什麼,我們也沒有 又不是我寫劇本給他讀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沒有辦法說什麼放送啦,或什麼 這也蠻困難的,因為選舉還是每個人的 或候選人還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市長你有沒有去選舉,沒有檢討 市長你有沒有去檢討他說不要這樣子攻擊別人 我們 其實這還是一樣啦,我們有支持的對象,但是我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去下指導機會 市長你有沒有去檢討,就是說為什麼你的人氣始終是無法轉移到陳思瑜身上 我也在想,很多問題我也老實講,像我的pattern,那個叫民調支持度 已經過了五年,那個pattern還是沒有,從來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有相同的pattern 就模式,就是那種 但年輕人支持度很高,那種過了四十五歲就開始下降 可是我想很久,我問過很多人,問過很多政治學的老師 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王浩宇昨天在戰亂節目上提到說,你把陳思瑜當作是一個測試的工具,想要把他丟出所謂的決策權 沒有啦,像這種東西就說,王浩宇先生是不是 他是誰 他說是不是私語的緣比較差 蛤? 他說是不是私語的緣比較差 沒有啦,像這種東西就說,我還知道,像明嘴在對智商講話也不用負責任,然後每天 雖然有時候看起來很好看啦,但是我覺得看多了對智商還是損害 可是我也說之後 最後一題 現在國民黨裡面有這麼多太陽,然後韓國瑜說自己是後翼,你怎麼看他可能被說 我沒準備去強,我還沒地盪 陳思瑜說 陳思瑜說會繼續追隨你的腳步,陳思瑜還會是柯家軍的議員嗎? 他說要繼續追順利的腳步 畢竟在這裡工作過四年,畢竟還是我們團隊的,這個還好